你不想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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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看 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要教大家画的一个妆容呢,就是这种日常的温柔小姐姐妆容 那她这种呢,很容易上手,也很百搭,然后也很日常 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就继续往下去看吧 哈喽,欢迎回来到我素颜的样子 我现在已经上完了护肤还有防晒,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上隔离 我用的隔离呢,一直都是innisfree的这个,她还不错 她扣油能力还行,但是又没有到太好或者是非她不可这样子 隔离我只上在毛孔粗大的地方,额头还有下巴,还有嘴角 我已经上了不准刀,然后呢,我最近有很持续的有在用角色棒 就是在我的爱用皮视频里面有分享过的两个角色棒 然后我就会用手指去晕开 那我现在呢,就会来上遮瑕 那我现在呢,就会来上遮瑕 然后都应比较深的地方 然后额头提亮 然后呢,你要用手指或者海绵蛋或者是粉铺也可以,就是把它晕开 这样的话呢,后续上粉底的话就会有比较高的遮瑕度 然后呢,你看我的眼袋,我的泪狗超级深的 所以我现在就会来用一个这种刀状的遮瑕膏 就是在它那个泪狗那一条痕子,那条线那边开始的 然后呢,眼下这个部位遮瑕要上得多一点 就是要用得它干净一点 就是把眼睛的黑色速度把它给盖起来 然后呢,今天我就要来用Roman的这个气垫 今天是第一印象 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好不好 我好评还蛮多 我希望它是适合我的肤色的 要不然我就没有办法试给你们看 它取粉量还行 就是,很正常的 嗯,蛮保湿 相机看起来还行 哇,水光泽好亮哦,我的妈呀 哇,好亮 奶油鸡 相机看起来还好 但是如果是整人看的话呢,它有一点 有一点粉感 就是看起来皮肤没有,并没有很好 这小度是中偏高 然后我们看它等一下会不会氧化 但是你们看到吗 这一边光泽度还行 但是这一边,哇 能看到吗,那个光 嗯,相机上我很喜欢它的那个 出来的效果 它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 不难闻,不会刺鼻子 你觉得还蛮舒服的 然后它粉扑也没有很吃妆 所以整体上面都会说它还是OK的 如果妆前不够保湿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会卡粉 所以它看起来气色比较好一点 然后,呃,脸比较干净一点的话呢 让我觉得你只是单上这个就OK 然后反妆订好来 那我们会用的是The Face Shop的这一个 Micro Wear Blouse Powder 就是用刷子 然后轻轻地拍上去 滑倒一层 然后刚才遮瑕上的比较多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就先来上修容 修容还是用2Q4SQ的这个 我已经用了快三年了 它都还没铁皮 我都服了它 就是三个颜色会参整哟 然后从下额骨这一边开始上 然后额头大一点 因为等一下我们头发会呆掉 所以我都没有很 就是在额头上都没有像非常多 就是随便带过 然后还有我这个颧骨比较高 然后也比较吐嘛 所以我会比较认真去修这一个部位 就是拿这个粉 然后从这个部位上下这样子刷 就是很浅很浅 就在头发的边缘 这样子横着刷 竖着刷 然后 把鱼粉 带到来脸颊 就是这一个部位你要把它修掉嘛 所以你就这样子按进来 就当做是一个腮红跟修容的渐变 青春活力一点 所以呢 壁纸的话如果长 就会显然脸比较成熟一点 所以我们就要喝得它圆圆可可爱爱的 那首先先开始呢 就是从眼睛对称的这个部位开始 往下刷 然后戴上去眉毛 然后戴过眼窝 就大概的这么刷两三次 然后就戴下来 也不要特地的去勾勒什么形状 就是很顺的戴下来 然后就开始在鼻子这边绕圈圈 然后就开始在鼻子这边绕圈圈 最重要是下面就是鼻子下面这边 要涂到一点 对 那它就会看起来比较圆一点 就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眼影的部分 那眼影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用很简单的颜色 因为日常妆嘛 而且 它也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妆容 就是一个日常的粉红细妆 所以 今天会用到的 就是 Roman的这个 眼影盘 那首先呢 我们要来用这种 中小型的扁头蓬松刷子 来帮它面积的上一层线 那我最先用的当然就是这个 最前颜色 看看 首先先点 对 它的显色度并没有很高 就算是韩系彩妆里面 算是中度显色度的吧 就是不会太低 但是也不会太高 比较适合新手的 前面尽量不要太深 就是显色的那个部分应该是在眼尾 然后呢 也要带到下眼去 整个下眼咯 好 就是一种扁的刷头发 然后就取着一个粉红色 我们就上在双眼皮的这个部分 整个双眼皮 然后靠尾呢 你们可以 比较大面积的上 好 就从双眼皮 然后延伸到 整个眼窝 如果你觉得它的显色度不够高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用 直接用这个粉红色 去做一个眼部打底 那因为我是在 试用这个眼影盘嘛 所以我尽量要用完全不颜色 所以才不会给错 我资讯你们 眼睫的二分之一 就是一半 这个省一半哦 开始晕染 就是很靠近睫毛根部 然后慢慢 晕染 一点点就好 因为如果出错的话呢 眼睛就显得很肿 然后接下来我就用这种比较实的刷头的中小型刷子呢 会沾取这个 这个棕色 然后眼尾的这个部分 这边 开始来回的刷 然后带去眼下一点点 然后我就用回这种比较扁的刷头的刷子 来上再下眼睛的部分 就是用这个 再去取粉 这样子的话会显得眼睛更大一点 然后更有深一点 它的注光超亮的 所以我还其实蛮期待的 看到吗 它就那种微微的细粉 不用担心它会不会就是肥到去眉毛那边 因为它这个亮片呢 比较细一点 所以你上的太高也不用担心 我现在是没有喷定妆喷5H7粉的 所以我在看它那个显色度高度高 然后 点 用点的方式上 然后带到去眼头一点点 然后戴上去眼皮 如果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话呢 其实它蛮亮的 而且还蛮就是蛮好看的 那我现在快速的去上另外一边 就是把另外一边也上了 然后再回来画睫毛还有眼线吧 拜拜 好哈喽我回来了 然后就是两边的眼妆都已经上完了 它还蛮容易填眼线的发现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用它来填眼线吧 因为如果你到眼睛结束的这个地方 这个点再向外拉的话呢 如果你不小心拉到就是往下的眼线的话呢 那里的眼线就很垂 然后你的眼睛就会看起来很垂 所以呢 你就可以先从就是三分之一的部分这边 向外拉开始 我就会从眼尾的部分 拉上去去会合这两条眼线 所以就会避免它下垂 OK 还有就会画到一个比较好看的眼线 我呢个人比较喜欢根根分明 还有太阳花的睫毛 所以呢我就会用目击的这个来夹我的睫毛 我觉得它夹睫毛效果还其实是蛮好的 往下看 然后夹夹夹夹夹 你是要把你的睫毛夹翘 所以呢当你夹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尽量的这样子动一点 然后向上翘 但是呢我不建议你们翘的时候 要拉那个眼皮 然后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那你的眼皮不是下垂了吗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有一些化妆影片 他们叫你拉然后往上翘的话呢 你们千万不要拉得你的眼皮太大力 第一 睫毛会被拉出来 第二 你的眼皮会下垂 那拉松了怎么办 要去微整吗 我眼睛是不是又大了 就是 这边 还有这边 哦我的天哪我好喜欢 它还是1028的 因为我真的太爱1028了 我只买了它大概一年不到吧 所以 姐妹们你们知道了啊 一年不到睫毛膏 就会干了 所以要努力的用 要不然就要好好的保管 然后是从底部开始 这样子来回刷这上 然后一定要刷到 就是整根睫毛 要不然它就会 没有支撑 就这样子 然后Lily Byred的这个眼线皮 它有点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很容易被睫毛夹刮掉 哈喽大家 刚刚相机没电了 所以我就去擦了电 然后就顺便弄了头发 换了衣服 但是我们还是停留在 一边有 睫毛膏 一边没有睫毛膏的 状况 然后因为现在睫毛 我没有夹的关系 所以 就直接上 然后 也 因为它这个液体比较干 所以呢 就不容易那么 没有那么容易出错 那我们就是 往上看 就是脸 这样子低下来 然后眼睛往上看 然后涂了一个睫毛膏 现在快速的 把另外一只眼睛也画上 好 我回来了 我们现在就要来画眉毛 那我的眉毛本身很深的关系呢 我都会用一个 灰色 或者是一个 深棕色去画的 轻轻的画 就填颜色而已 然后我们就用一个眉刷 它是这种凉头的 然后就开始圆圆 那腮红呢 你们可以选一些比较性粉色 或者是 藕粉色的腮红去做搭配 那今天呢 因为我在试用眼影盘的关系 所以 我连腮红 我都要用这一个眼影盘去完成 我就会用 这一个 颜色去画我的腮红 然后这个颜色因为它是比较暖色调的 藕粉色 所以呢 相对起来呢 它会比较温柔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一定要达到 顺骨的地方一定要达到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用一下这个 深一点的粉红色 打在脸颊的正中间 就是这一个地方 然后呢 用我刚才散粉的这一种 比较再松一点的 来大面积的把它晕开 然后呢 用我刚才散粉的这一种 来大面积的把它晕开 零七号 朱朱贝色号 然后它是一个亮面的唇药 它不是玻璃唇 但是它就是 亮面 那我比较喜欢 深一点点的颜色 所以呢 我就会夹这个 Clure的雾面唇膏 那我就会夹在 唇的内部 那我的头发呢 我就是配这种 两个高的高马尾 然后全部都是 马卡龙色系的 所以看起来 比较青春活力一点 也可以配得上这个妆 中文字幕内容 字幕'vety新音乐